大家好我是Hunbun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是文件遠征啟程 FKGENING最新先前服的進度 國際服在3月27號正式上線 台服或者是國服相關上線的日期請靜待加音 所以目前如果真的手癢 想要玩國際服的玩家 你要面對的可能會是資料之後不繼承的問題 就是資料可能不是互通的 所以到時候如果台服或國服上線 可能你要轉過去相關伺服器的玩家 你可能就是要重練了 這一點的話請要特別留意 因為像過往劍遠征1 也是一樣國際服先上 再來是台服 再來是國服 相關的伺服器全部都是不同步的 所以這一點我要先特別講 接著來講的是先前服 這半年來最新的改動 我們上一次發影片更新是2023年的8月 緊接著11月底是台服的揚帆測試 那之後呢才是來發這一部影片 這中間呢說真的 改動的東西沒有到特別多 不過我們經過半年了之後 在上市之前 的這個更新 改動真的是非常的大 看得出來 也要準備上市了 以及還有滿滿禮包的部分 那先來講一下是畫面的部分 畫面這一邊啊 之前 你是用PC啟動器或者是模擬器的玩家 你應該只能夠用竖屏的方式 那這一次我們PC啟動器 他則是變成寬螢幕的方式了 我目前的話呢 是1920x1080 60幀的方式 來呈現我們整體的畫面 所以整體的畫面呢變得非常的壯觀 不然像是可能我們自己角色的一些特寫的部分啊 其實也都做得非常的寬敞 那也許有些介面的大小也許還要再做一點點的微調 但是我覺得已經非常的棒了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玩家們一定想要問的是說 那掛機相關的一些地圖探索有改嗎 我認真講 沒有什麼改動 首先第一個 我們左下角這邊是有所謂的掛機挑戰嘛 那相關的挑戰呢簡單來講就是你上線下線的時候呢 你就是來推推看 看你的進度能不能到最新的進度 可以領到更多的掛機獎勵 目前的話呢我們先前服上線的話是125關 然後你這邊的話就有對應的一些你獲得的那個相關的素材 以及還有掛機時常你都是可以拉得非常高 目前最高的等級是來到了240級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去的話呢是根據你的這個巔峰等級而定 就是你的角色的星數 越多隻角色可以到最頂 那等級的上線就可以再升的更高 像我自己目前的話呢整體的這個等級上線 是來到了343等 就是我們目前3月24整體的影片進度 那這邊如果你還在上去的話呢 我目前是沒有粉塵了 所以這個有點小尷尬 第二個說明是有關於這個大地圖探索的部分 大地圖探索啊 隨著的你要解鎖的是主線的進度 以及還有相關地圖的獎勵 所有地圖的獎勵啊全部的話就是只能夠領一次 假設我聖石陣這邊已經有點完了 那點完了之後呢就沒有辦法再領第二次了 我們先前服啊因為畢竟他算是測試服嘛 所以其實他有做了很多的改動 包含像是劇情的部分 才有可能全部重置 獎勵要全部重領一次 任務的話呢就要再重跑一次 應該是只有測試服有這個待遇啦 那正式的話呢應該就是地區全部都只能夠領一次 所以大地圖的部分優先度就沒有那麼高 重點的話呢還是 是依照我們掛機的這個挑戰 這個掛機挑戰是我們整個支援的最優先的東西 因為影響到的就是你整個的掛機獎勵 緊接著來說明一下比較大的改動應該就是有關於神器的部分 我們這邊每一個場次啊都是可以攜帶一個神器的 那現在這邊改動的話則是變成所謂的招式 那這些招式的進度啊是根據主線劇情來解鎖的 所以玩家們即便你的這個掛機挑戰 你相關的一些很努力的在推可以獲得很多的放置獎勵 但是主線呢你有空依然還是要解 你才能夠提升相對應我們這些可能隊伍神器的一些等級 那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戰術應用搭配喔 所以其實官方還是半強迫式的 希望你稍微可以推一下主線喔 因為畢竟他這邊跟你講嘛 不僅會提升所有英雄的屬性 還會利用戰術支援的效果來影響戰局喔 所以你有空還是要推一下我們大力族的主線喔 目前的話官方懶人包就是這樣子嘛 好了之後呢來看一下我們除了這個快螢幕之外 還有多了什麼什麼的東西 那最主要的英雄吧 多了半神跟惡魔哈哈哈 不是 這個不是重點 遠征依舊半神跟惡魔了 所以遠征啟程 遠征外傳 一樣有這個東西好像還蠻正常的 那這半年來做了什麼更大的改動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除了PVP之外 還有新增了這個榮譽對決嘛 那榮譽對決他這個就是額外的PK方式 簡單來講就是系統有一個所謂的預設的陣容 讓玩家們可以來打 那這個是第一個新增的東西 第二個新增的就是迷夢之獄這邊有新增更多的BOSS 以及還有左邊這邊呢會有所謂的熱門英雄 那這個英雄呢玩家們就是可以根據系統這邊是有可以篩選就是 更多組合上場的角色 你可以自然而然來做搭配 因為畢竟這種東西啊類似像哥布林的你每天就是打一打然後再領額外的這些什麼 上限的獎勵 那這種東西就是官方直接都幫你懶人包都弄好了 熱門的角色有哪一些那你可能練一練之後呢上場就對了 所以這一次其實也做得越來越懶人齁因為畢竟 放置的競品越來越多了他似乎要做一點改變 然後第三個是有關於像工會我們之前發的這個沙盤演兵的部分 他的關卡的獎勵啊甚至打王的部分是有做一些小小的調改 以及還有一些有一些額外新的什麼增益效果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我們先前的影片都已經有發了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的話改動幅度沒有到說特別大 主要的話還是依照像是英雄的數值 甚至是我們美術介面優化的部分 其實調改的來說的話會變得比較多 就不然像是換螢幕的部分喔 所以玩家們如果要問我說這個改動改的最大 我覺得應該就是整體遊玩的視覺感受吧 因為這個的話他就遊戲整個已經變寬版了嘛 那我這邊直接比方說像我們這邊要來推新的圖好了 我這邊順過去你就變成大螢幕 像ARPG的方式直接來做探索 就整個的畫面變得非常的壯觀 如果認真講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那其實最主要的話還是 單機的挑戰 再來因為我們整個劇情的話他是重製的嘛 這邊的話呢如果有一些怪你是可以直接做斬首的 因為我們等差太高了 另外一個可能像戰術演練的部分呢 你依然 還是要這樣子來做推圖 可能直接來做挑戰 就是大地圖的東西還是一樣 獎勵呢一樣就是這樣子領 然後再來你做探索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目前對於劍影遠征啟程 以大地圖來說的整體的想法 就是你還是一樣慢慢的推 主線慢慢的弄 依然你是單人的方式來進行的 包含像是目前 近期來說 以競品的 放置遊戲吧 比方說像是賣分好了 因為他具有所謂的 包含像是那個 組隊然後再來放置 然後來做推關 甚至是還有即時組隊來打副本 所以整體的互動性 會比劍與遠征啟程來說 高得蠻多的 那這一款的話呢 除了我們剛剛上述的 玩法目錄這一邊 可能包含像哥布林 模式的迷夢之語 就是打打Boss 拿獎勵 這個東西可能是會有排名的之外 以及還有PVP的部分 一樣可能會有一些可能玩家們之間的互動 那其他的東西大部分來說的話 都是單機的為主 所以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接著來說的是我們前期角色的推薦 那這個角色推薦的名單啊 可能不包括比方說像是迷夢之語 等等的一些特殊的副本 我們這邊的話呢是依照前期推圖為主的來做推薦 那這邊先按照就是我們種族的部分來分吧 先來講耀光好了 首先一開始啊最推的應該是羅萬吧 圓正1就已經是蠻厲害的角色了 然後再來可以給予整體隊友 就是有高額能量的恢復 甚至是還有藥水灘可以幫忙補血 那所以其實羅萬啊他真的是蠻熱門的 然後在二代其實也算二代蠻好 在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外傳來說的話也算是好用的東西 以及還有中午的部分是必須要到神話家才可以來做使用的 他是可以額外提升就包含像是額外有護甲或魔抗 以及還有藥水的效果也做提升喔 羅萬呢他重點是第一個我們推的角色 第二個推的角色呢是柯林 柯林的話他算是蠻特別的 可以給隊友護盾之外呢又有額外高額的單體輸出 包含像是打迷夢之獄之類的東西 他也都算是熱門的人選 所以這隻角色很推 前面目前耀光的話是主要是這兩隻啦 還有第三隻是我們光弓 光弓這個跟遠之一稍微不太一樣 他的技能稍微比較無腦一點 其實重點就是有跳躍射擊 以及還有被動額外的一些傷害的堆疊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在打PVP的部分 效益來說可能不會那麼好 但是他針對在打迷夢之獄這種可能打單體的傷害之類的東西 搭配了技能的堆疊他的數字是非常可觀的 以及還有第四隻是我們的薇菈 薇菈的部分他其實比較偏向於包含像是推圖或者是PVP 因為他的技能 除了有針對像是遠距離的敵人有做傷害之外 大部分其實都比較偏向於其實是暗殺的 以及還有另外一個是有關於他這個skin的部分 他這邊除了經典款之外呢 他還有做一個特別的傳說造型 那這個造型呢因為他本身他是有一般的跟暗殺的嘛 所以這個造型其實也算是做得蠻好看的 另一個推薦的是我們的女騎 女騎他的效果真的也是蠻特別的 他並不會進行普通攻擊 而會是選擇最遠的敵方一直來回的來做衝刺 待會的話呢我們依然會有一個打迷夢之獄的BOSS的實戰給各位來看一下 就是很無腦的一直對於單體 或者是對於PVP一些老牌或者是推圖的效果 位置來做衝刺 所以有資源的話呢可以按照我們先後的一些順序來做一些可能培育 就不一定他是優先的 但是他在部分的迷夢之獄或者是推圖 他也是可以非常用場的 接著來講的是綠翼的部分 主要推薦的是伊溫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除了有一個高額的回血之外 他還會針對最虛弱的友軍也可以做單體的回血 甚至還有驅散相關的負面效果 那這一次先前斧的改動還有新增所謂的英雄專精 那這個專精啊你必須要消耗相對應的素材 並且可以提升被動 的整體的一些技能 比方說像是對於輸出的角色可能就是輸出 以及還有攻擊速度等等的提升 那對於輔助的角色 就是包含像是技能有些額外的效果 那這個的話就是新的英雄專精等等的技能 剛好看到我順便講啦 就伊溫他目前是綠意來說我覺得算是比較好用一點點的 然後第二位是萊卡 萊卡本身他會有一個額外的全心投影的效果 就是你有召喚彗星箭矢 並且使用完了之後友軍還會有額外這個流星攻擊的相對應的效果 甚至還有全隊會有祝福以及加攻擊速度 就一代有的效果 二代類似 那所以他其實包含像是特殊的一些小小的副本 或者是前期推圖來說的話他也算是好用的 那第三個是綠意的婆婆 那婆婆這隻角色主要就是有一個牽制敵人的範圍技能 以及還有自身會有一個高額的回血 所以他在前期的推圖蠻適合當坦的 或者是PVP也可以來做使用 但是包含像迷夢之獄之類需要拼傷害的東西 就不是他的場了 所以目前綠意來看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偏向於是前期推圖或者是PVP 迷夢的話暫時比較不會有較多的就業考量 接著來說的是滿血整體的推薦 那首先第一個是阿德 阿德這隻角色就是非常無腦的讓敵方一直上毒 然後再來有持續中毒的效果 這隻角色包含像是我們推圖或者是PVP 甚至是在迷夢之獄都有他上場的必要性 所以這隻角色就特別的無腦 玩家們可以優先先練 他的技能就是讓別人中毒一直補攻就對了 非常簡單而且非常暴力的角色 第二個是我們的萌夢 萌夢的話他是滿血的補師又有範圍的增傷 然後所以這隻角色也是建議他是可以來做使用的 你前期的時候推圖很優先可以來做推薦 再來PVP的部分的話則是次要的 因為主要的話其實還是有羅萬高速的回能 第三隻的話是我們這一隻克魯格 這隻角色他重點其實就是有額外扣防的效果 所以他在像迷夢之獄或者一些特定單體的Boss上面來說的話 他可以持續的一直讓人家來破甲 針對物理傷害的角色來說的話很方便很實用 第四個推薦的是卡卡 這個是其他大佬們推薦的 主要是因為他放招的時候會有額外的傷害減免 甚至還有生命吸取以及攻擊力加成給全隊 所以在打一些特定的包含像是我們說的推圖或迷夢之獄 甚至是還有部分的PVP 也都是蠻好用的 所以目前滿血的話大概也就是推這幾隻啦 那過往可能包含像獅子之類的東西 因為他整體的一些技能組其他角色他的特色都有把它 數值有拉上去了 所以那個就目前沒有在推薦名單裡面 就僅供參考 因為像其他包含像是我們的賽特斯 甚至是還有包含像是我們另一隻這一隻有變狼的 這個沙奎爾 其實還有部分的玩家其實都還是有推薦 只是我自己目前來看的話就是熱門的名單裡面 確實比較少登場了 大部分都是我們上述那幾隻角色 接著來講的是我們亡靈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推薦的是我們古王突安 突安本身他放必殺技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吸收相關期間受到的傷害並反彈 以及還有生命吸取 甚至是還有單體對敵方有造成一個高額的傷害 吸取生命值 甚至還有其他可能額外有回血 或者是還有那個復活的效果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所謂的這個契約的效果 是針對後排的友軍他是有所謂的減傷的 除非突安趴掉的話呢 才會吸後排友軍的生命值 所以針對於比方說部分的推圖或者是PVP 他整體的保牌能力其實是蠻強的 除非他自己被擊敗 那畢畢本身他自己就是一個吸收傷害又有回血的坦 所以這一隻我真的蠻推的 以及還有第二個是我們的瑟西亞驚喜女王 這個角色也是相當的無腦 重點呢其實他就是有召喚物 以及還有其召喚物包含他自身 都會有額外可能加攻速啊 或者是有防禦穿透啊 之類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無腦的輸出角 先技能又可以捆綁 然後再來就一直瘋狂的輸出就對了 所以這隻角色PVP真的很強 那就是PVP相當的無腦 就這樣子 另外伊格爾的話本身他的這個技能啊 就是有一大堆這種什麼墓碑的效果嘛 PVP干擾敵方也是一直跳來跳去的特別麻煩 那這一隻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在於我們推圖的部分 他其實也算是蠻好用的 因為他有很多的墓碑可以牽制敵方 但是如果你是要拿來打迷夢之獄之類的東西 他本身輸出並沒有到那麼高 干擾的居多 所以就是推圖跟PVP他也是推薦的角色 然後最後第四個 是我們的這個亡靈的冰法 那這個亡靈的冰法啊 他的重點 畢竟我剛剛都有講的嘛 冰法就是有高額牽制的效果 所以這一隻PVP他也是好用的 甚至是前期推圖 部分的情況下 他也是可以用 但資源不足的玩家 優先就是練脫鞍 甚至是還有我們經濟女王 這樣就夠了 好啦那以上的話呢就是我們整個世俗的推薦 那至於像是半神跟惡魔這個東西稍微看看就好 剛剛有講嘛 官方的禮包真的是做了蠻多的 我們這邊依序的就來看下去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是有關於半神惡魔的東西吧 先來看一下基礎創業卡的部分 相關的幣值啊 全部都是美金 所以玩家們可以看一下 比方說美金5塊錢你可以拿到多少的獎勵 以及還有限時禮包的部分 我們這邊來看吧有了 星緣占卜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的半神跟惡魔的抽 相關的抽啊仔細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他是可以用50美金來購買此商品的 所以半單的話 差不多就是20抽左右 然後再來周禮包 這邊一單的話呢 差不多就是45抽 相關的這個幣值啊都是差不多的 我這邊就抓就是一單 然後是45抽 所以玩家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半神跟惡魔的禮包大概是賣多少錢 以及還有我們相關神秘物的部分 這邊針對半神惡魔的抽就跟你講說 4次占卜的時候他就可以獲得 那其實你整體如果要升到很高薪的話呢 至少要抽了差不多是快10隻重複的角色左右 所以相對應來說的話 遠征啟程 其實 沒有很便宜 就是他的整體的課金的這個量其實還是蠻高的 那半神惡魔雖然是整體的屬性真的是蠻好的 而且尤其是大部分的角色 他們在打迷夢之獄這種可能要拚綁或者是打更高額傷害 類似像哥布林獎勵的東西都有不錯的表現 但就是 畢竟這是先前釜馬 我的進度的話就不會有課太多的東西在這幾隻角色身上 所以就是快速的介紹給大家來看一下是我們整體前期推薦的東西 雖然在我們遊戲商店類的部分這邊 針對工會商店你這邊額外獲得的這些相關的代幣 是可以換我們半神跟惡魔 不過那個代幣說真的也是非常難取得 估計的話也差不多至少要幾個月以上 你才可以兌換一隻 其他包含像是迷夢商店啦 或者是友誼商店 以及還有競技場商店 舊的部分依然都可以換到我們熱門角色相關的碎片 所以其實這一塊的話呢稍微是沒有變動啦 跟去年類似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額外有多了一些可能招募角色額外獲得點數 可以來獲得更多的資源 就以上啊就是我們整個目前角色推薦 以及還有快速來講一下 就是這半年系統內稍微的改動 我覺得比較大的應該還是一些角色的能力屬性 甚至是還有UI介面的部分 接著就給各位玩家來看一下什麼迷夢之雨 這邊的話是有打了兩場不同Boss的實戰給各位玩家看 每個Boss還有額外的技能都不相同 我只是用一些比較熱門的隊伍來去做 推進 給大家來看一下整體的實戰表現 只是先來講一下 未來這些隊伍應該都還是會來做一點更動的吼 特別說明 那接著就來看下去吧 啦 你只是為了 最優募bes POW BAO POW BAO band 并且 numb 并且吻重的 又 tiver 女士的空间 Taste my ax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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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